答答1299友邦 這個朋友是86元有貨的 他就說中線也看好的 他說現在的現水平成值得溝貨 友邦我覺得在正常一些事況之下 其實這隻是很鼓勵的 當然是極端情況 如果你說現在整個市場真的股災再跌 就另計 就是股災說多好的公司 都說要跟著跌 只不過你跌多跌少的問題 友邦來說我覺得之前出過業績 都相對是不差的 但是短期或者中短線有個隱憂在哪呢 就剛剛提到香港的疫情是惡化 另外內地方面也看到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新增的確診 甚至去到封城那些政策 對於友邦在內地業務 都或多或少會有些影響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這隻股短期裡面就算彈 我覺得未必說真的彈得太多 還有始終之前你說要跌下來的那個幅度 比起其他的中資股來講 就不是說算跌得太多 所以我就有一點擔心 這一陣子 當資金真的要做一個短暫 一個補淡倉 夾淡倉的行動 友邦就未必說最受惠 但是當然如果你說 一個再長戰一點 純粹看基本面的發展 我覺得這隻股都值得持有的 好啊 好啊